上个月,杜苏瑞台风带来超大的豪雨 导致秀孤兰溪水位暴涨 穿急的水流对高辽轮天两座大桥 临时替代便桥造成严重破坏 目前,轮天便桥部分 副理乡公所表示已经完成发包 供期大约是两个月 总金费有800多万元 乡长将冬城期待完工之后 可以还给当地居民便利的交通 因上个月,杜苏瑞台风带来的超大豪雨 导致秀孤兰溪水暴涨 湍急的水流对高辽轮天两座大桥的 临时替代过溪便桥桥造成严重的破坏 目前,轮天便桥桥的部分 副理乡公所表示 已经完成发包供期大约两个月的时间 总金费800多万元 乡长将冬城期待 完工之后还给当地居民便利的交通 我们这个副理乡跟我们卓西乡的轮天 还有几个食品的社区的民众 能够在交通往来 东西像交通往来 能够得到便利 尤其是农忙的状况之下 有很多的农机局 都绕到玉璃 或者是绕到复理村那边去 其实时间多了半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点 对乡民造成非常大的不便 竹田村长也说 这条便道桥冲回之后 居民往返市区都非常的不方便 时间花费都将近一倍左右 非常辛苦 感谢我们花费县政府在今天开始 已经开始动工了 相信后期的两个月可以恢复到 其他便道让我们遇到勇意的通过这边 让我们在农马的时候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农田之外 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更安全的路来走这个便道 政府也积极跟河川管理单位以及设计团队 也拟出最佳的修复方案 来确保便道的修复工作 同时满足经济性以及安全性 记者高松松不理箱采访报道